3月31號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 李克·斯科特呼籲 對世界衛生組織協助北京 隱瞞有關中共病毒威脅的關鍵信息 展開國會調查 斯科特在聲明中指出 世界衛生組織的使命 是向全世界提供公共衛生信息 以便每個國家都能做出 保護公民安全的最佳決定 但是在中共病毒的問題上 世衛不但沒有調查 反而在幫助中共撒謊 造成了生命損失 他們需要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負責 斯科特列舉多項事件 質疑世衛組織已淪為北京當局的傀儡 並提議 國會結束休會 返回華盛頓後召開聽證會 同時進行全面調查 並重新審視 美國是否應該繼續每年花費巨款 來資助世衛這個虛義學舌 中國共產黨宣傳的組織 斯科特的提議 立即得到其他美國官員的支持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 在其推特上發文說 非常重要的是 國會聽取斯科特參議員的呼聲 並對世衛組織及其有可能參與共產中國 掩蓋大流行病的問題展開全面調查 在此之前 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馬可盧比奧 3月29號也發推文說 世衛組織的一些領導人 從第一天起就掩蓋了中國共產黨的行為 原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 這在節目中 罵譚德塞是個冷血無情的騙子 替中共撒謊 讓整個世界陷入糟糕的狀態 其他國家對譚德塞的不滿也早已公開化 2月6號 世衛泰國代表蘇薇在世衛會議中諷刺世衛 應到武漢和北京舉行全球會議 蘇薇認為 應該要隔離剛從中國回來的總幹事譚德塞 並取消當時的會議 3月26號 在日本參議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會議上 有在野黨議員要求譚德塞辭職 副首相兼裁相麻生太郎同意這種要求 並回應說 應該把世衛WHO改成中國衛生組織CHO 截至4月1號 在全球最大的請願平臺上 也有接近69萬人要求譚德塞辭職 世衛組織在中共病毒疫情現況報告中 態度反复矛盾 1月14號 疫情在中國已經大規模爆發時 世衛組織仍然引用中共當局的結論 聲稱沒有人傳人的明顯跡象 後來又多次表示 疫情在全球風險僅屬一般 面對疫情在全球蔓延後 1月28號 世衛組織承認對疫情犯有輕視忽略錯誤 可是同一天 在北京訪問的譚德塞卻聲稱 沒有必要過度反應 並表示 世衛組織對中共政府防控疫情的能力充滿信心 不主張各國撤僑 這個世衛組織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 它一直被中共控制 因為中共對它進行收買 它對中共的要求言聽其從 如果能夠對世衛組織 包括像這個世衛 總幹事 譚德塞等等這些人 對他們進行調查的話 那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 它毫無疑問 它會在國際社會 另起興奉起 讓這些國際組織認識到 在利益上和中共站在一起的話 它們將成為國際社會的對立面 藍述說 世衛的資金主要來源於西方國家 而美國是世衛的最大金主 不管世衛怎樣被中共收買 如果美國對它採取行動、對話 是會起作用的